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民政府也建了许多碉堡 并长期将之划设为要塞管制区 游客不容易接近 直到民国76年解研之后才陆续开放 一般民众也才有缘欣赏这片浩瀚无垠的海天美景 即使事过境迁 部队撤离 许多军事碉堡掩体都仍然留在原地 静静地驻守在事业良好的制高点上 留待游客接近体验 除了瞭望海景天色 也能遥想当初的肃杀气氛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